各位,那種是什麼? 根據經濟部營部長的說法說 EQUA是一個有三個蛋黃的蛋 我們有看過這個三個蛋黃的蛋 那麼一個蛋黃是關稅減讓 第二個是市場,服務市場開放 第三個是雙向投資的蛋黃 現在只做到關稅的減讓他們的評估 兩個都沒有評估到 所以我們楊博士是說不完整 現在評估是不完整的 他只有評估關稅的減讓 市場跟其他的第三個 就是雙向投資這兩個沒有評估到 所以現在經濟部所給的資料是不完整的 是有一部分 EQUA可能的影響 它是說企業如果可以分三類 一個是外貿為主的領導型企業 就是比較有競爭力的 第二個是以外貿為主的中小企業 第三個是以內需市場為主的企業 台灣國內的需要 如果分三類的話 到後來台灣能夠競爭的 可能就是比較第一類的 其他的可能就沒有辦法 因為將來發展的結果 未來外向型企業跟本地勞工的厲害 一定可能是這樣擴大 就是說只有那些比較有競爭力的 可以外向企業得到好處 對於市場擴大 內需的可能就沒有辦法受到傷害 所以這樣的話到最後變成這個兩極化 就是企業有競爭力的得到好處 那本土的企業沒有好處 這些很多勞工都是在本土企業 所以楊博士是說 那這樣的話 如果政府一定要事先面臨建構社會安全的福利制度 這些受到傷害事業的勞工怎麼辦 大量事業 這個我們是不是來得及準備了 另外下面一點是 中國推動兩岸金融合作的策略思維 那麼中國的金融部門 中國應該想借這個金融機構的準日 來掌控 來掌控台灣重要企業的資訊 以及特定專業人來的資訊 意思就是要想來控制台灣的金融部門 另外下面是MOU的影響 它這一部分比較沒有提到 大家來介紹一下貨幣管理合作 金融監力合作 然後中國金融市場的經營競爭態勢等等 那麼最後呢 這個也提到台灣銀行業者的市場定位跟競爭策略 那只有提出問題好像沒有答案 這個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想這個是我幫這個 楊博士的簡單的把他的內容跟各位提出來 當然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參考 好 謝謝 謝謝